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arry 你好 Janine 你好 今晚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港股的情况 恒生指数来说 月份升月有233点 到23210点 成交今晚289亿 国企指数暂时升130点 到10558点 其次方面升295点 到23204点 低迟10点 成交量有34000多张 Harry 先谈谈市况 好 近期来说都挺波动 曾经看到他穿成233的关口 但今天就会收复失地 现在升200多点 暂时这个升势可否持续 始终美股方面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大家都在说 应该会谈谈数 不需要太多担心 暂时有什么因素要留意 内地股市也服事 大家有什么焦点 最近的股市都相当刺利形容 我们看到股市日升日跌 其实我都会相信不同的投资者 都会有些无所适从 究竟是怎么看的呢 现在市况 现在你看到外围 有很多不明朗因素 讲到国债上限 或者预算案 其实政府部门还是局部提运 这方面我相信外围市况 可能真的会走得比较弱 这方面会令到港股本身 例如9点开始的时候 本身的升势或市况当中 是会有些受压的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 今天市况有很明显的抽升 我觉得主要是A股大动 我们看到大概11点多钟 A股仰了上去 这方面也是很明显地推动了 整个行指抽上去 我们看到成交是增多了 这方面是否可以断定到市况又可以冲回23,554点 我自己未必是这样看 虽然10月市况 跟大家说过很多次 我会看好中资里面的股份 特别是国策里面的股份 大家可以部署一下 但问题是会否一举市况 就可以因为这情况可以带动上去 真是好看A股的表现 现阶段来说 今天升了200多点 大家留意本身三点之后 内地收市后 欧洲的情况如果再有一个明显的下跌 市况的升幅可能有机会收窄 这方面大家不要一味突然有破位上升的格局 大家可以看高位 整体的市况来说 向上网的时候 真的先看23,554点 我都会觉得向下网 先看50天线 大概是22,500点 这个波幅区间 在17日之前 或者是本身 美国国债上限的结果 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之前 市况我都会冲上冲下 大家要留意 在投资策略上 我觉得 在现阶段市况 你本身的投资 整个投资 你本身的职优股 或者是一些仓底货 暂时都可以保持住 但是如果本身有衍生工具 或者是炒概念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仍然觉得可能要减减 因为这些刺上刺下的股市 很容易在你的心理上 很难去看回 现阶段来说 总体上大家都看回 我会先以23,554点 作为一个初步的目标 谢谢港股方面的分析 不如和大家看看 这些就是沽空的情况 好,我们的研究幕上看到 沽空金额20.4亿元 第一位就是 中国银行3988 沽空金额1.98亿元 占总额超过9% 接股份成交是超过3.3 第二位建行939 沽空金额1.32亿元 占总额超过6% 另外占股份成交有接近2.3 第三位 安石A50编号223 沽空金额1.17亿元 占总额6% 另外占股份成交超过2成 第四位和王 53号 官金额9400万元 占总额接近半成 占股份成交有接近2成2 好,头两位都是内银股的情况 看看证股的表现先 看到3988 中国银行3.61 升价2先 另外 939建行方面 6.07 升价4先 今天内银股方面 中央领导层方面都说过 继续担心的是影子银行方面的不良贷款等 一些不利消息 仍仍会拖累到债内股市的表现 以及整个板块的情况 如何看待 虽然他说到这番说话 但见到银行方面的假期 过庆之后 都有个放水的动作 650亿七天移回购 继续放水 暂时的政策大方向又是怎样呢 内银股方面是否要继续担心影子银行 好像讲了很久 我都觉得影子银行地方债的问题 暂时对于内银的看法来说 已经是消化了 如果看回不同的内银股来说 其实我自己在 例如说 来境的市场看好的话 其实内银股应该是首先推上的板块 始终占比较多 占指数的表现 如果你看回中资金融股 可能看到沽空磅也会见到 也见到今天市况有少少调转了 我们今天主要带动大市的重磅股 是近期比较弱的中移动 如果你看回沽空比例这么多 是否代表习近平的言论 或是对于内银股来说 是否应该要看淡 或是本身在月尾内银股 会出业绩的时候 其实不是看得那么好 我自己的看法来说 对于金融股有几个看法 业绩那方面 先看回我会觉得增长依然都会平稳 未必这么快 反映在以往的一些前方 或是息差问题 会影响得盈利这么深 特别在四大行那方面 大家可以放心买 但另一方面 如果看回本身的金改概念来说 由上海自由贸易事业区的方案 中央都很想实施一些金融改革的措施 所以这方面如果将上海自由贸易区 虽然时间比较长 可能三年之后 才慢慢地复制到不同的城市 这样的一个发展来说 对于内银股、内险股 甚至一众券商股 一整个中资金融板块来说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看得太淡 所以现阶段来说 我们看到官榜上面 又有中行又有建行这些股份来说 我觉得沽空比例又不是这么多 所以现阶段来说 如果你在报价市抽上去 或是在三中传媒 都有些金改的措施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中资金融股 依然是可以提高回一线的 好 说到内地股市方面的消息 大家都在金正方向 看回三中传媒 有什么相关的板块 值得有一个憧憬 刚才Herry也说到 有些金融改革等等 其中大家都说到 产业结构调整 都是一个主要的大方向 最主要是鼓励新兴产业 或者整合传统的产业 有什么板块 都是市场的焦点 包括新的科技 或者互联网 4G手机等等 亦都是市场上的大热话题之一 或者我们都等一等 稍后和大家说 就是内地股市方面 一些技术走势 以及以上刚提及的论点 好 有什么想问 可以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就是204-6566 或者可以给电邮我们 电邮地址就是 ASK at BSChannel.com 看看 上证指数 这一刻升11点 报2186点 护心300指数 上升22点 报2432点 深证城市方面 升143点 报8659点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继续都是直播环节 家庭观众 不要走开了 有什么想问可以打个电话来 再提一次 电话意思204-6566 稍后再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